阿联酋电视台的报道,海湾地区局势最近再度恶化,伊朗指责美国正准备发动前面战争,而美国则提醒过往商船提防伊朗袭击。 就在如此敏感时刻,阿联酋外交部刚好宣布有次艘沙船在其水域遭到蓄意破坏。 而沙特能源部长法利赫也在5月13日宣称,两艘沙特邮轮12日在阿联酋水域遭到袭击,其中一艘当时正在装载原油,并准备运给美国客户。 显然,邮轮事件正中美国下怀,这可能成为美国对付伊朗的最佳借口。 就在此时,美国已经调集了航空母舰战斗群、战略轰炸机、爱国者反导装置、F-35战斗机等一大批战斗力量前往中东地区,对伊朗构成全面围堵。 一旦有导火索被点燃的话,美国随时都有可能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其中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尤为值得关注,因为这支力量将起到抢夺波斯湾控制权,并直接威胁伊朗纵身目标的作用。 美军林肯号航母 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伊朗一直都有关注,并且也有刻意对外展示其打击航空母舰的能力,例如利用火箭弹密集打击,或是出动大批量导弹铁围堵袖袭击,甚至是单兵作战。 当然,对伊朗而言,最值得考虑的还是利用航母杀手进行威慑。 伊朗目前拥有自己的反舰导弹装置,而且也有一大批弹道导弹在意。 这些导弹力量,才是伊朗威胁美军航空母舰的真正筹码。 当然,即使是对于这些航母杀手,外界其实也存在质疑。 伊朗的导弹射程,实际上很有限。 像波斯湾、霍尔木兹这样的杀手舰,也只能算是进程导弹。 这就意味着当伊朗的导弹,能够攻击美军航空母舰的时候。 美军航空母舰事实上,也已经能够攻击伊朗的导弹发射阵地了。 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轰炸机,F-35战斗机,肯定也会配合压制。 不会轻易给伊朗发射导弹的机会。 伊朗导弹 即使伊朗有机会发射导弹,美国也有大把拦截手段。 爱国者反导装置,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不会单独行动。 通常都会有寻扬舰和驱逐舰跟随。 美国目前在意的主力寻扬舰,是提康德罗加级寻扬舰。 这种寻扬舰拥有多达128单元的锤发装置。 美军的主力驱逐舰,则是伯克级驱逐舰。 舰上配有96单元锤发系统。 两种战舰均可以配备标准系列防空导弹。 并且都有宙斯顿作战系统,能够及时侦查到敌情动向。 在末端防御方面,美国仍有海麻穴短程防空导弹、密集阵系统等手段,可以做最后一搏。 而就算伊朗的导弹,最后成功命中航母,也不代表成功。 因为美国超级航空母舰的损管措施非常强大。 这些10万吨级战舰,是使用双层舰壳设计的。 两层舰壳利用X型结构紧密连线,能够有效缓解导弹冲击波。 以米兹级航空母舰的舰壳,还有不同程度的装甲设施。 用于保护重要部位。 且舰体内部有大量的水密格舱。 并有多层舱壁和防火设施。 就算被多枚导弹命中,航空母舰也很难下沉。 抢修部队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补。 而且,这里还需要考虑伊朗导弹本身的效能。 伊朗的导弹,必须要能够摆脱,对于GPS导航的依赖。 因为美国肯定会关闭伊朗的GPS。 此时,如果没有精准导航的话, 则伊朗的导弹命中率,会大幅下降。 在没有配备核弹头的情况下, 导弹无法依靠核污染来发挥作用。 如果不能实现精准打击, 那么其效力,基本上是无法得到体现的。 这里还没有考虑美国的电子战压制技术。 如果美国利用电子战技术, 对伊朗展开压制的话, 伊朗的导弹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伊朗的导弹对美国航空母舰造成的威胁, 是相当有限的。 伊朗不能指望其导弹力量, 能够用于和美国直接对抗。 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伊朗就没有对抗的资本。 伊朗濒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战事发生, 对地区局势乃至全球能源市场, 将造成巨大冲击。 美国部署的作战力量, 可以对伊朗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 但如果贸然登陆行动, 则伊朗仍可以借助人海战术等手段, 和美国展开周旋。 因此, 即使美国拥有压倒性优势, 也必须认识到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搞不好, 这可能就会成为美国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伊朗不是普通小国。 伊朗的战争泥潭风险, 足以让美国望而生畏。 木马屠城。